高雄市政府的阵风处 跟台湾高雄地方检查署相关的公文往来 是针对高雄喜乐岛联盟的主席郭贝宏 我认为他就是想要帮民进党的黄杰去助选 市府变进种 政风处变动场 原来高雄市政府为了赢得这次选举 进编造仔细乌有的指控 来罗资我的支持者的罪名 并结合检调系统 企图以查会为借口 直接侵入各自来威胁 候选人本人 亲属装脚及相关浮血的人员 我们不禁要问 在民主社会的台湾 是谁可以公务单位这么可怕的权利 胆敢如此 自意妄为 东厂锦衣卫到底是听谁的指令 才会对政敌下如此的重手 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是不是挂民进党籍的都要被收政 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高雄市长曾起买 完全不避险地以市政府的资源为黄杰助选 使高雄市政府已经实账沦为黄杰议员的进贤总部 高雄市政府为了前代救援人 不仅不严守行政中立 反而领头违法助选黄杰 整个政府机构 是这些如假包含地 变成黄杰的进贤总部 对高雄市政府 替何总立长违反协制中立 意图使人不当选的违法行为 陈市长应该立即出面 说清楚 讲明白 陈市长若知道礼仪廉持 若还有一事是礼仪廉持的观念 他除了正宗道歉之外 应该立即下台承担政治责任 延迟他事实上是君主政治的惨悟 明怪民进党既不清廉又无耻 台湾只有立了你不能 我们虽然耗舌民主国家 但民进党整数一级的作法 起目的是要让所有人进入寒蝉 这种匹配北韩政府的手法 我们每个人都很可能就是下一位 亲爱的台湾人民 我们事我该误问 究竟大家还要再忍来多久 我在此尊重的要求 陈其迈下台 立刻下台 对台湾人民表示你的歉意 你对民主政治所造成的伤害 不胜待待下台所的民部 会令政长更好快下台 我们的检调到底是在抓贪官污吏 还是在做政治打手 我问了两天 我们的法务部连政署 怎么归缩起来不敢面对 在你们的这一个高雄市政府阵风处 查查会选的报单上面 说有人帮柯文哲会选 刘秀凤帮柯文哲会选 因为刘秀凤办七十大寿的时候 柯文哲虽然没有到场 但是他录了一个影带 祝他生日快乐 所以什么 所以柯文哲跟刘秀凤啊 他们涉及会选 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高雄市政府阵风处 马上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们是接受法务部连政署的指挥 也就是这件事情 跟高雄市政府没有关系 我也相信 跟高雄市政府没什么关系 因为阵风是一条边 大家都知道 阵风这一条边 上面指挥他们的叫做法务部 叫做连政署 所以我要求法务部 要求连政署 出来讲清楚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这样子是会选 那我就要请教了 那下面这两张照片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七十大寿的宴会上面 柯文哲没到场 只有录影带 这一位是谁啊 这位搂着寿星的人是谁啊 这位搂着寿星的人叫许智杰 民主进步党高雄的立委 那这一位坐在寿星旁边的又是谁 坐在寿星旁边的 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因为亲中舔公案 而宣布退选的赵天琳 这个照片的时间点 是9月2号 9月2号 人家在做寿宴的时候 奇怪了 民进党的立委啊 去那边拉票啊 我们的法务部连政署 你们在查查会选的时候 你们的绿光镜 也太离谱了吧 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绿光道只看到没有来的柯文哲录了一个影片 人出现在现场的 民进党立委许智杰 民进党立委赵天琳 在那边帮他助寿 结果你们查查会选的情报单上面 完全没有提到这两个人 这是为什么台湾的司法 现在令人痛心 为什么台湾的检调 为什么台湾的连政署 人民没有办法信任 该办的大案不办 借由上面的政治黑手 把自己践踏成为 进行在政治上面 操控真防的打手 这样的政府 一定要让他们下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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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